你别碰我 行 这妈个女的 你放开我 走啊你 随着脸部的掀开 一对男女赫然出现在眼前 虽然他们不是痛苦 但来这里的目的却都是为了捣枪 在三把手枪的逼迫下 毫无胜算的三菱只能放弃抵抗 而女孩子是他们老大的女儿 大姐 你把枪给我吧 从小就爱玩枪的大小姐 自然是不肯交出怀里的宝贝 而她偷枪顶多就被父亲责骂一对 但三菱的下场却不容乐观 因为她偷的是黑帮老大的枪 老板 这人怎么办 妈的汉 来了 三菱听闻被吓得哭爹喊娘 但梁老大做事向来说道做道 紧接着 三菱就被丢进了土坑之中 随着一敲接一敲的土往下舔 集中生智的三菱便开启嘴锅 我嘴可言了 我这事我谁也不跟人说 我绝不告别人 你这翻墙了下行吗 可梁老大听闻却无动于衷 甚至觉得只有死人才会永远避透 于是便让手下接着舔土 此时的三菱绝望无比 以至于什么话都敢说出来 我跟你说我杀过人 我杀过人 老板你这不逼我都不说 我真的我以前 以前老杀 梁老大听闻顿时就来的兴趣 于是便询问他以前杀过多少 为了能引起梁老大的助力 三菱也只能硬着头皮回 三四百个吧 你们全村都让你给杀了吧 尽管梁老大知道这些都是大话 但他却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因为最近有个竞争对手抢生 他一直想找一个生面狗干掉对方 而眼前这个圆滑胆大 正是可以利用的最佳人选 随后 三菱就被众人拉上了两坑 而马师爷则交代接下来的安排 你先去找姓宋那个小偷 把他拿走那把枪要回来 你一个带枪到六国饭店来找我 于是到了次日清晨 三菱便从小送的手里夺走枪 随后立马来到六国饭店找马师爷 可就当他准备还枪的时候 却遭到对方的当场拒绝 送给你了 送给我了 梁老板饶你从命 是有条件的 三菱听闻满脸的疑惑 可就在这时 大厅突然走进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而马师爷则让三菱注意带头的李天木 你杀了他 就还欠老板的一条命 此时的三菱已经骑虎南下 因为不答应就要被梁老大活买 但接下这个活倒是还有一些生机 可还不等他做出回答 马师爷就递给他一包子弹 你拿回去好好练着枪 什么时候动手 就通知 无奈的三菱只能答应下来 随后 他便找到宋家姐弟商量对策 可没想到宋亚军也知道李天木这个人 他不仅经常争夺梁老大的生命 而且还是和鬼子勾结的大汉奸 杀掉这种人相当于是为民除海 你要是杀了李天木 你在北平城就一步登天了你知道吗 如果能除掉梁老大的对手 那肯定能得到他的重生 也就不用天天睡大剑了 在宋亚军的一番说辞下 三菱彻底坚定了刺杀的决心 我现在连枪怎么用我都不知道 随后宋亚军便带着三菱来到后院 准备让他练习枪支的使用方法 三菱虽然平时没有开过枪 但凭借从小用弹弓打野猪的天赋 静弹无需发地打住树桃 这这么多玩意儿 假的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很快就到了刺杀的约定时间 但梁老大却带着三菱来到一家日料店 并且让他记住这里的布局和结构 因为李天木晚上会来这里会合 而这也是最佳的刺杀时机 你准备好 今天晚上动手 你能不能跑得掉 就看 三菱虽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但看着梁老大给出的石块大药 他还是决定豁出性命赌伤一把 于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三菱便独自来到日料店 我找人 您找哪位 找那个李 李天木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三菱顺利地来到了房间外面 可就当他鼓足勇气开门之时 却被里面的鼓子骂了一遍 把你们吐脏 他们干嘛呢